台湾友邦宏都拉斯突然向中共靠拢 中华民国外交部提醒切勿落入中共圈套 金门二胆岛失联上兵被证实人在厦门 传出中共同一家属前往探视 统战分化意图遭到质疑 美国矽谷银行倒闭事件延烧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表示影响约达1亿美元 加拿大情报局披露 中共资助研究生前往加拿大的大学 获取关键高科技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 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